新一季亲爱的客栈 由最开始的慢纵一变 变成了职场竞争 老板刘桃要在几人当中挑选一位合伙人 几个管家也是争相表现自己 而林心如作为其中一位 全程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以为然 没上这档节目之前 林心如在我们的印象中 一直是小公主 性格温和 很好相处 可是上了这档节目 林心如的公主并被网友接连吐槽 刚开始 节目组要求几位嘉宾写一下简历 林心如却一个字都没填 在刘桃给大家介绍客栈的时候 林心如像度假一般 看到吧台 还说自己可以在这里泡咖啡 刘桃接着说尽可能的服务于客人 除非你太困 结果林心如的表情就变黑了 在前面几期节目中 林心如一直是懒散的状态 在别的管家已经为客人准备好早餐时 林心如还在不慌不忙的化妆 节目组让大家按照排名选一间房子 林心如排名靠前先选择 然而她没有选大房子 而是选择小房子 估计是觉得小房子客人小 可以少做事吧 在打扫客人房间时 林心如用了两个小时 结果刘桃来检查的时候 房间就像没整理一样 的没拖 洗手台没擦 床铺的皱皱巴巴的 虽说几位管家都是朋友 但是在节目中处于竞争的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各自忙各自的 在节目组要求管家做一份客栈介绍资料时 张翰等人都跑到了隔壁店 吴磊在老老实实的研究采印机 研究成功之后 大家都请求吴磊帮自己打印一份 当时吴磊也是默不作声的 而林心如说 你上面有我肖像的 你应该多打印几张 还非常严肃地对着吴磊 说你凭什么把我的照片用在你图上面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竟然这样欺负一个大男孩 也是够了 竞争激烈 做的事情也很多 林心如空闲时间给老公霍建华打电话卖惨 结果被观众对了 表示既然收了钱就要做事 别把自己当公主 在节目中 和张翰 看亲子到苦水的时候 说自己要求不高 别让我太累 我也要开心 还说自己不是以老卖老 如果弟弟妹妹让她 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毕竟资历摆在那 之前的林心如在大家的心中 一直是小公主 不老女神 可是在节目中 一系列的公主并也是让人越发讨厌了 秀老公不光是在亲爱的客栈 还有幸福三重奏中 大喊我嫁给霍建华 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事实却是 霍建华是个老干部 对于宠溺这件事并没有 如今的林心如就像谢娜给人的感觉一样 曾经很多人喜欢 可是越长大越觉得她公主并太讨厌了 已经当妈的她 确实不适合有这样的公主并 何况还是一个公众人物 我愿意对她公主 我不懂 我直接带她的公主 我愿意对她公主